在泳池当中放入了一些飞牛顿流体然后三个人就走了上来 现在已经陷进了飞牛顿流体当中 但是在上面走来走去就不会陷进去 能够看到飞牛顿流体受到冲击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 接下来老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看一下把自己的电脑扔到飞牛顿流体当中会不会被摔坏呢 他的同伴听到之后也非常的支持 于是老外就来到了楼顶 把电脑直接扔了下去 能够看到在落下的一瞬间飞牛顿流体似乎变得非常的坚硬 幸亏老外并没有被摔坏 同伴看到也是有些失望 接下来的操作就更加的干脆了 把飞牛顿流体直接就到进了榨池机当中 虽然可以自由的流动 但是对榨池机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榨池机转动起来非常的困难 不得不说老外的脑洞却是非常的大 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想把水银也倒进飞牛顿流体里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把水银滴上去之后水银直接就陷了下去 就好像是物品掉进了流沙里一样 难道这些水银都沉到了杯底吗 过了一会发现水银竟然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断层 这看起来确实有些奇怪呀 水银为什么没有沉到杯底呢